各位你好,我是心齋 一念不生,蔓延放下 半生不熟,關於廚藝和人生的真實告白 面對慾望和尊嚴 每咬一口,果細小的骨頭和層層脂肪 亂肉,鳥皮,內臟就壓縮在一起 流出多種奇妙美味的香塵汁液 無花果,雅馬一,百安地 腿肉,燒燒滲了自己流血的咸味 因為尖銳的骨頭卻傷了我的口腔 我吞咽時 將鳥頭和鳥腿都放進嘴裡 如月的咬碎那些骨頭 如同神秘最會般的地下俱樂部 每一個環節被細理的描述著 作為本書的開端更是充滿無限的爭議 和完全激發了人對食物最根本的慾望 像美食獵人和迷宮飯一本漫畫書一樣 對於食物的想像我們多摩的旺姓同時 貴乏三筆午時高喊吃爽的消除壓力 和好想自己和每日中午急急忙忙 三步拼兩步的吞煙住便當 活到這把年紀用盡一生的經驗 和勉強對酵泡毛的想像 大概就是熔岩蛋糕的特效配上 彈酵雞屁股的口感 同時嘴巴已經用配上了 帶有些果香的威士忌 瘦口過的概念拼湊出來的畫面 沒有看過《廚房機密檔案》 這個算是我第一本波登的書 與其說是一本辛辣的避身鐵爐 不如就說站在一定高度的狂妄 上帝視覺檢視著自己參與的世界 人生的告白和面對自己 這件事情遠比一切都還的勇敢 能有這樣辛辣豐富的一生 更是非常讓人嚮往 可能我一生都沒有機會吃過酵泡毛 但是其實有沒有真吃過這個料理 也不是真正的重點 因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 用餐過程的亢奮 是無法被取代的 就好像當年在中國渠州 享用麻辣 兔子頭的麻辣震撼 卓上的衛生團 和被征服的燒燙的嘴唇 又說是大家更熟悉的 東山鴨頭配十八天山啤 一切都和慾望攪和了 而怎樣面對和擁抱 是一輩子的學習 我覺得這個是一本每個人都應該要看的書 吃可以改變世界 每一餐的每一個決定 都會大大影響整個產業結構 甚至是文化和物種的去留 就如同文中提到的漢堡店 好像香港一堆自稱工級牛排店 煎台上都沒有均勻攀飲的肉 旁邊配著水煮 沒有一絲調味的配菜 更可能因為已經擺放了很久 花椰菜還有點風乾 你卻寧願浪費一大筆錢吃這些毫無用心的料理 更可笑的事情 這些店並沒有受到消費者的制裁 而賭店 反而越開越多 如果你已經不會落處 為自己將來一份晚餐 那個就更應該看看這本書 讓你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而不是一直花更多的錢 吃一堆垃圾 再檢討的是自己的每一餐的同事 發現自助餐便當店 根本是神話一般的存在 它幾乎是拯救著所有香港人 對於米食文化和健康素果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麥當勞都假裝健康出沙拉的同時 自助餐用平價的消費和多樣化的選擇 支撐著我們 其中也很多可能是我們一直想 跳脫不了的思考 好像為了剷出鵝肝的我 一定要過的給肉雞來的幸福 高級餐廳的附屬品牌高級漢堡包 才能夠賺錢 貼補真正的米芝蓮餐廳 想做的和賺錢的 在野外生財攤煮的一個剛剛剷下來的雞蛋 一點都不漫保 亦不生態 如果當年不是生掉了女性的家政貨 而是所有男性女性一起想的平衡時空的未來 其實同樣都可以反推各式各樣的場域和專業 只要我們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嘗試 當你不再只是單純的為自己 樂趣下廚的時候 更加緊湊和信息萬變的廚房成了真正的戰場 除了單純滿足韜客的味蕾和吸引他們的經驗 其中包括了廚師本身的信念價值 想到食材的供給大戰嚴的回歸 從頭到尾飲食更能反映 那個時候寫的都是我們看見風光明媚的那一面 而半生不熟則可以令到你更加認識這一群怪人 甚至在一個章節描述米之年三星主廚 如何每天煞雨反覆日常到機械般的橋段 其實書中一直強烈提到自己的尊嚴和堅持固然可貴 不畏五斗米截腰也是一骨氣的驕傲 但當你有更值得捍衛的事情 世界右邊的截然不同了 裏面有一段說自己如何保護女兒 受促食快餐的日親 真是令我哭笑不得 如果我有值得放下我無謂尊嚴的時候 說來好笑 換做是我一定都會這樣做 真是要感謝她女兒的誕生 或許這樣我們才有這本書可以讀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請點贊 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